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还有两天的时间就快要给我们说再见了。 所幸的是中超的球迷在世界杯之后,又能够接着看中超联赛。很多俱乐部都在世界杯休赛期间,对自己的球队有了阵容上的增强。譬如广州恒大就租借了前巴西国脚塔利斯卡和现巴西国脚。刚刚参加完世界杯的暴力鸟,很多球迷在赛季前安等恒大要退出中超。 理由就是竟然没有花重金引进超级外援,只是买了一个连泰达都要放弃的古德利,其实并不是恒大不想。只是恒大高层认为这样的阵容,足以应付现在的中超。凑合凑合也能再拿过中超冠军。 可是谁又能想到换帅后的恒大,画风突变,和去年的恒大有些不像是一支球队了,可能是球队整体年龄结构偏大,球员缺少进取心而造成的吧。 当恒大接连输给大连一方和北京人和两支中超新军之后,恒大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 别说中超八连冠,也许参加明年的亚冠比赛资格都难,在世界杯前仅以18分排在积分榜第五的位置,伴随着恒大老把许家印的震怒。 球队开始了整顿,球员开始竞争上岗的同时,又引进了两名超级外援,先是拿下了有着巴西新里阿尔多支撑的前腰塔利斯卡。 塔利斯卡技术非常全面,不仅场上跑位飘忽,而且在空、船、街、射等各项技术方面都非常出色。 既有高空的投球强点能力,又有外围的远射,远射的角度刁钻、线路、归翼,常常让门将望球星探。 本以为要了腰之后,恒大会暂停对外援追逐的脚步,没曾想就在巴西在世界杯出局之后,就爆出了暴力鸟重回恒大的消息。 当初绝大部分球迷都以为只是在开玩笑,然而当恒大官宣那天,球迷们才发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,暴力鸟的能力自然不用再多加赘述,看看有暴力鸟和没暴力鸟的恒大,就能一清二楚了。 有了暴力鸟和塔利斯卡的宝塔组合的双保险,让妖无力的恒大瞬间成了铁妖,不知道这样的组合能不能够让恒大在下半个赛季逆袭为王,完成中超八连贯的伟业,大家来预测下,可能性有几成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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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